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川普承认拜登当选的第一步 总务署长莫菲昨天终于致函拜登表示他将启动交接程序 莫菲给拜登的信尽管同意启动交接程序 却未称拜登为总统当选人 只称他拜登先生 而拜登阵营接到莫菲的信之后发布声明表示 总务署已经确认拜登和贺锦丽为正副总统当选人 将提供政权移交的资源和支持 已完成过渡 川普总统随后也发推文表示 肯定总务署为国奉献与忠诚 不愿看到总务署署长莫菲及其家人 持续遭受骚扰和威胁 但川普并未承认败选 并提到我们的战斗仍会持续下去 我相信我们会获胜 拜登的政权交接团队7日起开始运作 但川普迄今不承认败选 川普指派担任总务署长的莫菲 也一直不认可选举结果 拜登因此无法依照获得应有的政权交接资源 团队无法听取国安简报 引发各界甚至是共和党内的强烈质疑 担忧此举会危及国家安全 就在总务署通知拜登团队交接之前 密歇根州计票委员会也正式认证民主党的拜登当选 并取得该州16张选举人票 等于宣告川普总统力图推翻选举结果的验票诉讼无效 密歇根州计票委员会由两位共和党人 两位民主党人组成 其中共和党的兰格维尔德与民主党统一阵线 确认选举结果 民主党籍的拜登在该州领先川普15.4万票 根据密州法律 拜登将取得该州的16张选举人票 拜登的密州领先幅度是2.8个百分点 比乔治亚州 亚利桑那州 维斯康辛州和宾州差距都大 至于宾州最高法院昨天驳回了川普阵营 试图阻止计算部分缺席投票的诉讼 维斯康辛州验票23日进入第四天 但是机票结果改变不大 拜登仍然领先 乔治亚州选务官员24日起验票 12月2日之前续完成 拜登在乔州的500多万选民投票中 赢过川普12670张票 但是选务官员不认为验票会改变选举的结果 全美新冠确诊人数已经累计超过1240万人 根据华盛顿大学的最新模型预测 到明年1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时 确诊人数恐怕增至2000万人 华盛顿大学的预测模型指出 若国内持续让经济活动保持运作以及校园开放 又不严格实施戴口罩的规定 则未来两个月确诊恐累计超过2000万 死亡人数则累计达到38万7千人以上 根据这项模型预测 目前全国开放程度已达60% 大部分商业活动和企业都已经开放 但是和过去正常营运的规模相比仍相对受限 报告指出 若是回到4月防疫政策严格实施的状态 所有人都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便能大幅度降低确诊案例 然而是否要为了防止病毒传播而封城和关闭经济活动 也成为未来总统拜登最大的挑战 研究人员表示 通过模型预测 即使只是增加微小的社交安全距离 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俄罗斯疫苗也传出正面的消息 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今天表示 俄罗斯史普尼克V疫苗 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 每人两剂将低于20美元 莫斯科计划明年在国内外生产超过10亿剂疫苗 根据俄罗斯宣布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 由俄罗斯自行开发的新冠疫苗 斯普尼克V在第一次用药之后第28天 即注射第二剂疫苗之后7天 疫苗有效率为91.4% 而第一次用药之后42天 即注射第二剂疫苗之后的21天 疫苗有效率超过95% 疫苗的官方推文表示 两剂疫苗在国际市场售价将低于20美元 俄罗斯公民将可以免费接种 资助史普尼克V疫苗计划的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执行长表示 疫苗的价格将明显低于其他 具有类似疗效水准的竞争对手 俄罗斯今天通报 新增491人感染新冠死亡 创下单日新高 并莫总数达到了37,031人 当局还通报过去24小时 新增24,326人确诊 包括首都莫斯科的5838例 使全国染疫总数超过了213万